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手一只鸭 怀里还抱着个胖娃娃 正月初二农历新年的第二天 这天是传统的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 在中国传统习俗上 大年初二不仅仅是回娘家的日子 还是祭财神和吃开年饭的日子 因此这天做生意的人特别重视这一天 不少商家在初二这天都会举办一些仪式求得新的一年能够大吉大利 在大年初二这一天的讲究还是颇多的 习俗上要记得 四吃 四做 六不做 赢财皆福事实顺 一 大年初二要吃什么 一 吃开年饭 正月初二未知开年 从这一天开始 人们带着三生 瓷巴 尖堆等礼品走亲访友 韶观沙田一代杀生鸡开年 去生气十足的意思 在饮食习俗方面 正月初二这天的中午饭称开年饭 菜是多样 揭取吉祥寓意 鸡是少不了的 烧肉取红皮赤状 身体健康 织意 炒饭取义 大显身手 朱力 舌 取 大力 织意 还有生菜 取义 生财 算欲能写会算 聪欲聪明 久欲长长久久等 勤欲勤劳刻苦 二 吃面 民间谚语说 初一饺子初二面 初三和子网家传 初四烙饼炒鸡蛋 初五捏上小人嘴 初七人日吃寿面 所以 大年初二是要吃面低 有的地方把这种说法解释为迎女儿回门 初二的面讲究也不少 据说 初二的面要用初一的饺子面来做 而且这面虚为冷汤 也就是 把面煮熟之后用冷水浸过 称为冷汤 现在的人们一般都打个卤儿 或者炸点酱 做成打卤面或者炸酱面 但是 一定要用冷水浸过 以保留初二的面的风俗 三 吃发糕 大年初二 安平人用一种独特有趣的习俗 开年 用一种叫做发糕的年糕 连同其他祭品拜祭祖先 拜完祖先全家吃发糕 还边吃边大喊 开年吃发糕 才望福 幼道 据介绍 安平人年初二吃发糕开年的习俗 源于明朝 相传当时安平有意孤苦伶仃的乞丐新年来临 仍在皆行起 年初二那天 一个好心的点心铺老板收留了他 并教他做点心的技术 学成后又资助他回老家开点心铺 后来乞丐独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食品 挑到须上去卖 人们第一次看到这种食品 慎觉新奇 问是什么东西 乞丐说是新年发糕 人们纷纷买来品尝 后来乞丐卖发糕发了财 资助穷家子女上学读书 一时传为佳话 此后 安平人吃发糕 败祖开年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四 馄饨 初二 早上一定要记得给家人煮碗馄饨吃 这是因为馄饨外形酷似元宝 且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 因此人们认为 吃了馄饨 能够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财气 二 大年初二要做什么 一 回娘家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 大年初二有件最要紧的事必须去做 那就是回娘家 过去人们大都认为 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 从此之后就是别人家的一份子了 因此一般过年的时候不可以随便再回娘家 最晚要等到初二 有人认为初一回娘家会把娘家人吃穷 接下来一年的日子都不好过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 年初二再回娘家其实是比较恰当的 过大年最讲究的就是团圆 一家人忙碌了一年 终于能有几天的闲暇时间 可以在一起享受欢乐时光 如若过年的时候回了娘家 不管对婆家人来说 还是对娘家人来说都不大好 婆家人会觉得家庭不完整了 娘家人也会担心女儿是不是受了委屈 到了初二 两家人该团聚的也都团聚了 也是时候回娘家看看了 所以这一天夫妻两个会带着礼物和孩子 一起回娘家拜年 因此初二也常被人称作迎婿日 也就是迎接女婿的日子 一般夫妻俩不会在娘家过夜 中午吃完了饭 聊了天之后也就回家了 至此这个回娘家的仪式就可以宣告结束 二 祭财神 民间一直流传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 人间的各种神仙 比如财神爷 造王爷等纷纷上天数值 他们要把这一年来的建文都跟玉帝说一说 因此有些地方会在这一天有祭造的习俗 就是希望给造王爷供奉点好吃的 希望他上天之后多说几句好话 来年也好更顺利些 新年开始后 葛露神仙纷纷下凡开始一年的工作 这时候人们又开始准备仪式来迎接他们 大年初二是财神爷下凡的日子 每到这一天 无论是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 大家都会在家里上炷香 扣个头 进行简单但严肃的祭神仪式 三 灯常亮 初二这天讲究灯火通明 家里的灯不管大小明安全都开起来 不要关掉 如此一来会让家里看起来灯光璀璨 不由地让人觉得这家人过得真不错 也预示着人丁兴旺 在某些地方 人们不仅初二会有亮灯的习惯 有时候从除夕那天就开始了 家里的灯一直亮好几天 让人觉得更加兴奋 更有节日的氛围 四 拍全家福 过去 嫁出去的女儿回家一趟不容易 所以很多地方也都会在初二这一天拍全家福 三 大年初二什么不能做 一 祭讨要债务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是一句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训 人一辈子难免会遇上点棘手的事 而金钱就是一大阻碍 所以很有可能向他人借来缓解危机 而作为债主虽然心急如焚 特别担心欠债人不还钱 但是要钱或者说讨债的时候 也一定要分时间 敞和 大年初二本应该是一个喜庆祥和的节日 如果在这一天有债主上门讨债 其实对两者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因为按照古人的说法 讨债人可能会倒霉一整年 而被人追债的人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二 在白天不可以午睡 在大年初二这一天的忌讳 还有就是不能够在大白天睡午觉 整个正月都是不建议睡大觉的 平时要养猪精神 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多出去玩玩 到一些景点 或者跟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玩 在大白天不可以午睡 如果午睡了 会感觉一年都没邋邋遢遢 没有精神 而且在大年初二这一天 会有人到家里来拜年 如果你午睡了 让来家里的人感到你很无礼 三 回娘家要带双数礼物 大年初二这一天被称为迎序日 这一天女儿会带着女婿来拜年 自然不会空手而来 也会拿着众多礼品回娘家拜年 这是礼数 但还要注意送礼也是有讲究的 古人重视好事成双 双喜临门 过年自然更要图个吉利 一定要记住拿回去的礼物 必须是双数 而不能是单数 四 既打扫 不扔垃圾 不扫地 不到垃圾 初二的时候 还没有拔请回家的神仙送走 如果这是扫地 扔垃圾就意味着将神仙扫地出门了 这样就会把家中的财气给扫掉 扔掉了 五 既洗头洗衣服 水在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少 我们常会听到一方水养一方人这句话 大年初二这天是传说中的水神的生日 为了保证这一年的风调与顺 以及对水神的尊重 大年初二这天是不允许洗头 洗衣服的 六 不可动剪刀等锋利的事物 在民间的风俗之中 初二动剪刀 口舌是非定难免 锋利的东西在古人看来 不符合新年平安的愿望诉求 容易给家里带来是非与麻烦 所以像剪刀这些代刃的东西 万一一不小心划破手指 虽然只是皮外伤 但在春节之际流血还是不太好的 老祖宗为了避免不好的现象 在那天尽量不动为好 以此屈服避祸 祈求平安喜乐 大年初二 牢记吃四样做四世纪六世 这些老传统 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 新的一年年全家团圆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事事如意 一年发发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